本次目的地很明确 盛成耶路撒冷 但时间要从头说起 话说这天我来到美国首都 以色列大使馆办签证 远远就看到对我很奇怪 走进一瞅 妈啊这是离谱 他妈给离谱开门了哦 大使馆人员办公啦 氛围会不会太欢乐了 赶快改签 从美国飞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再乘车一个小时来到圣城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这个城市 对太多有信仰的人来说 有特殊意义了 犹太基督穆斯林都把他作为圣地 但对于我这种无信仰 有迷信的人来说 他依旧让我真实感到了 这地教堂好多啊 行走在耶路撒冷的老城里 你完全可以靠近耶稣玩一把 我是怎样成为神的大型沉浸石体验游戏 耶稣角色扮演游戏 Ready go 游戏开始 尼罗在橄榄山上 抬眼就望见了你当年捏亚当的那一把 人类还造了超豪华的金顶戒指 目之所及皆为你忠实信助 犹太族群的坟墓 限期提醒 当天你就是在这个山头飞升的哦 有没有很熟悉 王山下走了几步 就来到了一处教堂 主库耶金堂 周恩明听起来还有点可爱 只要是怪你自己 想让你遇见了犹太人的离散 痛哭不已 人家就见了一个 就讲得像你眼泪的教堂纪念你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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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山 你一脚踏进这科西马年人 就觉得好不吉利的嘛 因为你当时就在这万国教堂 被神告知了 只有一天好活的了 所以带领自己的门徒 在这个天人山洞里伤心祷告 没想到 扭头那个二五仔犹大 他就把你给出卖了 真丧终为我而名了不是 但最伤心的 还是当妈的 圣母玛利亚的坟墓呢 就在这个洞穴的旁边 不得不说 圣母的教堂气质 格外的温柔美丽 伤心祷告 你走向一处歇脚的小吃店 橙汁是鲜榨的 流浪猫都有人喂 嗯 就很简直的